另外日本能耕半岛地震约难人数在8号已经上升到了168人 至少有565人受伤 还有323人下落不明 雪上加霜的是灾区的降雪持续 在废墟下受困的人员生存希望很渺茫 而道路中断 山体滑坡也让救援进展非常缓慢 严冬之下 避难点正在接连传出新冠疫情 在遭受地震重创的石川县诸州市 日本自卫队救援人员背负着物资 徒步翻队落石滑坡 像被阻隔的天远山区行径 炎日的雨雪天气 加上上千次大小遗震 导致身体滑坡不断 救援物资已久难以输送 以轮岛和诸州市为中心 目前仍有2300灾民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首相岸田文雄在当天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 呼吁救援人员不要放弃对这些偏远孤寸的搜救努力 随着降雪增强 天气预报到次日 从山区到平地还将迎来最高100毫米的降雪 积雪恐令更多以严重损毁的房屋发生坍塌 废墟下被困人员的生存希望也更加渺茫 当地居民说 许多被压埋的失联人员很可能是老人 双万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尽管日本以灾后救援较为可靠主称 地震过去一周多 灾区停水断电的情况至今没有明显缓解 超过8.6万股家庭仍遭受影响 至少1400栋房屋受损 在金泽市这座人口约1000人的村庄里 许多村民说 他们人生活在各种不确定之中 沿街随处可见倾斜的房屋 倒达的电线杆 村民走过拱起或破裂的路面 到临时送水车上取水 何かいつなったら工事始まるとか仮設が立つのかとか そういう情報が一切まだ決まってないのか来ないので そういうの少しでも決まったら教えてほしいし ここに住めないなら住めないで考えて出ていくことも考え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で それがいつまでとかそういう情報が欲しい いつまでもこの水汲みに来たりとかトイレで外を歩いてトイレに行くっていうのは結構辛いです 同時 郑有超过2.8万灾民 在已設立的400个临时避難所中寻求庇护 一些避難所因人員密集 衛生条件差 以及接連爆发新冠等群发感染 史川县政府8日表示 因避難所已满 無法再確保隔離空間 輪導士方面 據稱已向金泽市請求将未感染人員转移至当地 而同样受災严重的金泽市正考虑准备新的避難場所 凤凰威視綜合報道